大家好,我是DJ阿州 因为动物节快到了 我这支影片介绍台湾南部传统妇女 如何制作肉粽的一个过程 当然主角就是我母亲 当然包肉粽要准备的粽葉 当然还有长的糯米 还有花生 还有香菇 还有炒好的肉 然后外加还有蛋黄 咸蛋黄 首先要把猪肉在锅里翻炒 把酱油的味道先炒到鱼肉里面 同时间要加一点香菇下去拌炒 就是加香菇下去 香菇拌炒完后 然后这时候再加入香菇 就干着香菇下去一起翻炒 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酱油分 充头 充头四仙草的粉充头 下去一起翻炒 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时候再把刚刚很生意的香菇 第二次再把它放下去 再一起炒下去 锅子好像有点爽 不过它基本上 慢慢的自己很好 好了 再加一点酱油下去 在锅边 再加入香菇 之后呢 再稍微的拌炒一下 把所有的馅料 入入味 拌炒得差不多之后呢 要加入香菇 再加肉费粉 刘鸡 好 呢 是有香菇 这细的白茶 改变 這時候呢,再把當代用剩下做的紅蔥 紅蔥這個時間做的紅蔥的醬料 所以讓它在其他麵的食物 讓他們先要其他炒一下 再把它拌炒一下 把這紅蔥的香味把它炒出來 這時加入另外一口蝦米 所以蝦米塞就是一半再加 特別的在炒的時候 加香辛的蝦,小小的蝦米 再一起拌炒 餡料炒好之後就把它準備沖起來 有沒看到鍋裡面這些湯汁 鍋裡面這些湯汁呢 等一下要拿來把這個蝦米炒一炒拌 這個醬汁包起來做做一下 那個湯還要不要 湯還要不要炒米啊 炒米喔就對了 今天是炒米喔 剛剛炒的那個肉粥餡的部分 要把它分開 就是豬肉分豬肉 那... 那... 香味會香的把它分開 那在包的時候 再包到肉粥餡的部分 比較好均勻 這個... 肉餅沒有香味我確定 好 換手 這時候加什麼 油蔥啊 油蔥 油蔥 油蔥酥 蔥阿酥啊 典型的... 台灣南部最喜歡的油蔥酥 我把油蔥酥 拌一拌 煮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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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完油蔥酥的這些卸掉 就是把油蔥酥放進去 現在這個是在要炒腸糯米的一個情形 分兩次炒三次 小多啦 來多了啦 各位偶爾玩 把洗好的那個糯米啊 那是原糯米還是長糯米 把那個長糯米先泡過水水洗過 沒有泡水喔 洗一洗而已沒泡水 我以為還會泡水 那就用剛剛那個炒 炒餡的那個醬汁把它拌一拌 那整個米粒啊 糯米粒它才會本身入味 所以現在在做這個工作 好不容易分三次 把這邊的長糯米給炒好 把它轉到大的盤子裡 炒好的這個長糯米 還要加一點鹽巴下去調它的鹹度 再加一點中藥茶 再加一點中藥茶 玉桂粉 豆粿粉粗粗 這樣就好了 就把米翻一翻 都準備好了 就準備開始包肉粽了 都準備好了 就準備開始包肉粽了 終於第一顆粽 完成囉 轉眼間 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五十分 終於把今天要做的粽子都包得差不多了 媽媽包得有點累了 這是媽媽開心的粽子 裝好爐具 準備等一下 開始要來烤肉粽 好這樣開瓦斯 開始燒水 整個幾下鍋了 一個小時後 那個肉粽要把它放 上面都晃到底下 底下都晃到上面 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 人不小心就會被燙到 我來用 我來用 沒看到 阿哥來 看來你這樣會寫得更不自由 這些蔥子先放後面 之後也要在後面 現在整個水排 這個呢 很好用 這個鉤子 勾中勾才來 不用衝下去挖 非常好吃 時間已經十二點十幾分了 已經到主蛋快車了 然後 就用筷子先把它做 稍微壓一下 剛才在做的過程 水稍微都是爛掉 水蒸氣已經弄不掉 看起來應該是少爛 不過基本上還把它蒙一下 這時候可能要準備把它蒙一下 先把它蒙一下 用電風扇把它吹涼 這樣會比較好吃 好的 肉粽好 好了 用個開箱堡 開箱堡 開箱堡 這邊早上 媽媽忙了一點 一個上 最後的成立 巴掌 在南部 台灣南部 吃肉粽的習慣 吃兩個 不是啦 都會加一些東西 等一下 那我賣個關子 知道的人應該知道 不知道的人還是不知道 不過那種東西 加下去味道會完全不一樣 現在用開箱堡 看起來滿足的感覺 嗯 好吃 連那個米都是香的 那中葉我先去處理一下 我回來了 加什麼東西呢 現在公佈答案 發生粉 除了發生粉以外 加什麼發生粉 記得 一定要保存好 要不然會有房地圖書 加什麼東西呢 加了一個 醬油膏 品牌不太多會看 為什麼不太多會看 我只要講說那家 醬油 前些時候 出了一點問題 你大概就知道哪一家 我還是 喜歡他們家的醬油膏 這時候如果你有吃辣的 有吃辣的呢 可以加一點 那個甜辣醬 但是習慣性而不加 就這樣 好吃 不好意思 給粉絲先吃一下 哇 掉下去了 不好意思 嗯 真的是 好吃 打開看裡面鮮 鮮料的部分 以前沒點 打開鮮 給各位看一下 有 有豬肉啊 有香菇啊 還有蛋黃啊 蛋黃好像被我弄碎了 開另外一顆好了 鮮 鮮 哇 你看 整個 肉粽就這樣 現在吃起來有點像吃油飯 我吃這個米 就很好吃 嗯 嗯 好吃 有一顆一顆 要明明的花生 太好吃了 我來 吃吃 鹹蛋黃 裡面啊 隨便找 都是餡料 夾到一塊肥的豬肉 沒關係 還是要吃 好吃 這是香 現在的時間已經一點了 嗯 從早上五點 一直都要弄好看啊 其實包肉粽最累的不是 配料或什麼 是 它最後煮完之後 還要把它拿起來 和丟上把它推一看 那糯米啊 吸起來才會Q 會Q彈 我們呢 最累的是洗鍋子 這個大鍋子好油膩喔 剛剛 洗的過程沒有拍 洗的 真的很難洗 我整個這種心喔 好吃 好啦 我繼續把它吃完 給各位看 今天沒給各位看我的 這個 吃的過程啊 只要看 這邊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我吃相不好看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影片見